赵继伟大婚后第3天 周琦最新趣向引关注 虽然直播回应耐人寻味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重手周斯那么目前的话可能说对辽宁整个非常开心的一个事情呢就是赵继伟呢 在目前的已经完成了他的个婚礼 所以可以说我们也看到当时呢整个辽宁队啊不管是投资人老板 还是说主帅甚至一对啊一众队员呢都敢去参加比赛了 包括国家队的主帅杜丰郭世强以及广东队那些非常好的朋友啊 还有说山西的元帅等等的各路好友都给赵继伟了送上了祝福 所以可以说其实这次对赵继伟来说呢真的是非常圆满了 如果说我们唯一有一个遗憾的可能就是周琦这次呢并没有被发现了去到现场 因此呢在这一次在赵继伟大婚结束后的第3天呢有一些球迷其实也非常的想关注说 周琦他的下一站的趋向到底 会去哪里呢 那么其实说实话从目前来看来关于周琦那些去向问题呢都还没有一个定论的 那么各种猜测也是猜测纷纷但是具体他要去哪里的话那么现在包括周琦他们的这边的团队呢也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说法 那么对我们国内的球迷来说呢估计是比较希望他能够回到国内打球 但是可能对他们的团队来说对周琦来说呢 或许他们出于自己的一个职业生涯考虑的话又不排除可能会到国外的联赛去锻炼提高自己 毕竟的话一个球员到国外去提高自己的一个实力呢确实是一个更好的途径 像张正林 余嘉豪 曾凡博他们目前呢都在为去啊努力进入NBA而努力 所以可以说对于每一个职业球员来说呢他们都有一个最高的愤怒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在国外联赛呢打到这个NBA的最高殿堂 所以其实对周琦来说接下来他到底要选择哪一个方向的话那么很多球迷其实都想知道一个最终的答案 而关于目前球迷非常关注的话题那么他的一个经纪人虽然啊在最近的一次直播当中呢他也是 透露出了这么一番说法真的是耐人寻味的 那么关于周琦的一些去向问题啊他的经纪人是这么说的那么这句话呢真的要引起关注 他说呢 其实目前呢啊想为周琦争取的签约的话可能和外界猜测的不太一样 他目前的话只想为周琦呢赢得最大的一个利益 所以其实从啊他的经纪人说的这番话当中的话其实能够看得出来呢目前整个团队就是想说 看看要签约哪个球队能够为周琦争取得到一个最大的利益化 那么这样一来对周琦来说的话可能后续在他这几年那个巅峰期呢才能够为自己后续的一些发展的铺好路 然后呢能够获得最大的一个收益 其实我觉得啊他经纪人说出这番话呢也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我们也知道本身呢你这种球员的经纪公司啊或者说经纪人的话 本质意义上呢就是为了球员谋取利益最大化 不管是签约哪个球队还说签约哪一些商业合作呢 其实都是希望这个球员的发展能够越来越好 能够在整个公司的一个策划之下的话有全面的发展 甚至能够达到他 职业生涯的个天花板那么这一点是最理想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虽然呢现在说出这番话的话真的是耐人寻味 也就意味着呢接下来可能哪一个球队开出的筹码最大的话 那么周期就有可能去了哪一个地方 所以对我们所有球迷来说呢可能接下来还得等上一段时间了 毕竟现在的接下来将要去征战中国南达那个比赛 后续的话可能起码要等到两个月以后就打完亚洲杯之后的话 周期的一些去创问题才有可能水落石出 那么我们也不妨静静等待一下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